好的我们继续回来来看这个摄像头的项目 那么有了前期的理论基础以及OV7670的一些配置以后 我们可以正式的开始做我们这个摄像头的项目了 那么接下来的东西可能完全会基于代码来做出来 理论知识可能就少一点了 那正式在做这个摄像期项目之前呢 我首先要有些准备的工作 我们虽然在操作摄像头 但是避免不了去使用我们这个板子上其他一件 比如说你要使用LCD 要把图片显示到你的LCD上面 那你还要使用SD卡 要把你的图片呢保存在你的SD卡上面 或者你要使用一个LED来配置一下 或者其中会用到定时器等等 所有的这些东西呢 看似和我们的摄像头没有关系 然而你要完成这个项目了 还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我们花几分钟来首先来回顾一下 这些硬件都有些什么东西 当然这个LED比较简单 我就不写了 还有什么按钮 这也比较简单 没有必要给人家回复 那我这里边用到的主要是首先第一个LCD 因为里边涉及到它一些简单的片段 所以必须要回顾一下 关于它的一些理论技巧我就没有必要多说了 大家都知道 那我主要说几个用到的函数 首先第一个是LCD init肯定必须有 然后呢是一个扫描的方式 ScanDR 大家应该会清楚的记得这个ScanDR是什么意思 如何叫做扫描 我们知道在LCD上面打一幅图片是吧 那可以这样打是吧 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可以这么打 这个叫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 对吧 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是这个样子的 切从上到下 然后再捋着从左到右 这是另外一种方式啊 这两种扫描方式看起来都打了一幅图片 但是它的扫描方式是不一样的 对吧 这里边我们可能会用到这些东西 所以要知道什么叫扫描方式 每一种扫描方式都什么意思啊 怎么走的 第二个是我们的set curse 这个是坐标 就我们这个点要打在哪的 设置坐标 第三个write RAM 我们知道LCD里边有一个RAM是吧 我们要给它写数据 只要把数据写进去以后呢 屏幕上就会打印出相同的东西来 在写之前呢 有一个准备工作 write RAM prepare 然后接着是写 这是一个LCD的结构体了 分装好的 我们给这个RAM附一个16位的数据啊 附一个color 让在屏幕上就打印就像那点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照相机造出来的相片呢 其实就是通过每一个点有不同的颜色 最终呢 铺满整个屏幕以后 你会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图案 是吧 所以其实整个操作呢 所以其实整个操作呢 是通过Fallion化来写这个RAM 每一个RAM呢 对应出不同的点 这是关于LCD的一个操作 那下面我们还会回顾到一个Touch 触摸屏啊 那么这个LCD是LCD啊 Touch是Touch 不太一样是吧 那为什么会用到一个Touch呢 如果你从官网找到一些例子的话 可能看到它没有Touch 它是用的按钮 我们要完成一个摄像机 或者照相机 对吧 我们会按一个按钮 完成一个照相功能 再按一个按钮 会写出出相册里的图片是吧 或者再按一个按钮 我们会完成一个复位等等 那么所有的这些操作呢 都依赖于按钮 去一步步的完成 那介于这个按钮比较少 而且我们要完成一个像样的项目 我会使用触摸屏 把它完全模拟成我们的手机一样 大家知道手机的照相机是怎么使用的 现在的手机不会涉及到按键 对吧 它都是触摸屏 所以我会在手机上开辟一块区域 触摸某个地方就是照相 触摸某个地方就是相侧 你必须依赖触摸屏 那么在触摸屏里边 最主要是一个结构体吧 TPDV 这个结构体里边有些函数 那init是指触始化触摸屏 用这些比较触始化 这个adjust呢是一个校种 既然用到触摸屏呢 就涉及到一个校种的问题 如果你发现你触完以后 不管用 说明触摸屏该校种的 有这么一个函数 下面有个数组了 xy 这是y啊 这里这数组呢 它是我们的坐标啊 你触摸完了以后呢 会显示到你触摸了哪一个点 根据这个点 产生相对动作呢 你不能随便触一个地方 就产生动作 但是没有任何的逻辑的 是吧 证据的方法 也会触摸到某一个按钮以后 才会产生相对动作 所以我们要透过坐标 来判断某一个区域 然后还有scan函数 是一个触摸屏的扫描函数 我们如何知道触摸屏被 按下了 那就是掉这个扫描函数 有1那证明触摸了 反过0那证明也没有触摸 这是关于触摸屏 用到的这么几个函数 再往下还有个更加复杂的一个东西 文件系统 FATFS 对于文件系统呢 当然是用库函数来做的 没有必要自己写 有一个文件系统的初始化函数 然后挂载了我们两个硬盘 第一块硬盘是SD卡 第二块硬盘是Flash 那么SD卡 我要保存你的图片 Flash呢 是用其他用途的 比如说我们假如这个APP吧 应该做出来可能写出一下汉字吧 那么这个汉字其实字库呢 在Flash里边存着呢 所以你要挂载Flash 下面有个makedir 这是呢 在我们的SD卡这块呢 创造的一个目录 然后呢 我们会open一个文件 我们给相册呢 单独的创造一个目录 保存你的图片 然后我们在保存的时候 首先要打开一个文件 读取它 或者在调控的时候 也要打开一个文件 fopen函数 当然后面应该还有 freadfwrite 它是被包到另外一个函数了 我就不多说了 那么在这个APP里边 我用到的几个关于文件系统 函数就是这么几个了 还有就是在我们这个APP里边 会用到什么外部中断 还有定时器 这两个比较简单 尤其对于定时器来说 我这里边会给你分装出一个定时器的 初始化函数 大家找一下 我这里边有个mytimer的c 在这儿我给大家分装出一个定时器的 初始化函数 那每一个参数代表什么 大家看注释就知道了 是吧 哪一个定时器 然后设置一些参数 定时多少时间 还有中断的UC机 我都给大家设置好了 大家只要掉这个函数 就可以完成定时器的初始化 最后给大家强调一点 那么我所设计到的这几个印件 大家一定要明白 怎么回事 否则的话 你这个项目是没有办法往下写的 只有一个摄像头是不能完成项目的 你要跟他其他的一些印证配合起来 完成一个漂亮的项目 谢谢大家 很方的 我觉得是个 红标